要有一種神秘氣氛 我跟妳講,妳們去看很多很多電影 雍正王朝、電視 還有那個電影上來就是一種輝煌的調子 黃色的調子 黃色的調子意味著什麼? 從色彩學來講,這就很深了 這些問題我今天不在這裡多講 造成一種不安寧的氣氛 它就預示著後面會有很多很多事情發生 證變也好,什麼什麼也好 它是一種黃色的,以黃色為基調的 我們不是說黃色片 以黃色為基調的電影和電視 它主要的想造成一種不安寧、焦躁、一種氣氛 這是一個它的,從布光、攝影美學來講 這是它的主調 它的基調已經定在那裡 比如說我們講《局鬥》 比如說我們講《紅高粱》 這些它都有血腥的場面 都在前面的這個攝影的造型當中 已經給你確定了整個電影基調都出來了 後來預示著會出現什麼 都已經出現了 這事實上是一張很簡單的照片 就是一個雕塑,沒什麼東西 另外我再給你們 這個也是在黃昏拍的 用反射式鏡頭拍的 就是家裡的後院 你對著樹枝拍就行 這個沒有什麼複雜的 你有鏡頭就行 這是我給你們看 主要看一些我們沒有看的 反射式鏡頭 這個也是 都是我特別特別喜歡 我跟喜歡張藝謀的道理就是這樣 喜歡早好晚 平時拍流影照片 那沒辦法 但是我也有很多照片 不是在這種情況下拍的 這些簡單的講解 這個也放反的 這個照片 都是一早一晚多拍的 這張照片也放反的 怎麼搞的都放反 這都是在馬里蘭讀書的時候 就是說你 假如我給你這麼講 如果這張照片是在中午拍的 這個整個的背景 這裏都是一樣的 你想要忽略 是沒辦法忽略的 你只有在一早一晚 能夠把那些你想忽略到的東西 忽略到 突出馬、突出樹葉 突出整個的馬場的背景 這是我講的 它這個用光的訣竅 這就是另外一張 這張照片呢 也是放反的 這張照片我有另外一張 因為這個 我跟你講 孩子他媽弄地板 我另外一張找不到 我是想跟你們談一下 這個構圖的問題 但現在找不到那張 我就給你們簡單看一看 這張照片 是一張運卡車的車 等一下 是一個很早的一個早晨 就是攝影 我講吃苦就是你早晨的東西 好吧 好 運卡車的一個車的一個側面 事實上運卡車的車 你 又去了 又去了 好好好 好了 別跑了 又跑掉了 跑掉了 跑掉了 事實上 你要表現這麼一個東西 你不需要把整個卡車表下來 你拍它一個側面 拍一個輪子 就知道這個車是幹什麼的 這張照片 我跟你講 我有一個公司 日本專門代理我賣汽車照片 我拍過很多很多汽車照片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照片公司 代理拍各種各樣的 有專門拍小孩的 有專門賣小孩照片 有專門賣車的 有綜合的 還有專門賣新聞類的 還有專門賣藝術類的照片 都有 這張照片被賣過很多次 就是有的時候 你根本不需要拍一百張一千張 你拍一張照片就夠了 你可以吃很多年 可以永遠賣下去 是嗎 好 這個時候沒什麼意思 我同一段 我再也好 我忘記了 你這樣 我幫你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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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拍